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发表这个专辑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我说 为什么要叫做失败之作 你不怕不吉利吗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就是还是要一些用一些比较吉利的字眼词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这张专辑就是要跟大家说 不要去害怕失败 所以当你看到这张专辑的名称的时候 你也不要 就是你也不要去回避它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就是他们的这个反应就正是我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那对蓝莹而言 就是你遇过最失败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应该就是过去那几年的生活了吧 我觉得生活 一旦 你在生活里面找不到自己 就是很失败的一件事 那你现在找到了吗 嗯 至少我现在 嗯 依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也很快乐 那可能以后 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嘛 我觉得生活是一直在寻找的 嗯 那就是 如果以你来看王蓝莹这个人的话啦 就是你会觉得蓝莹是一个害怕失败的人吗 以前会 那现在 不敢说我完全不会害怕 它还是会带来某些程度的恐惧感 但是 我觉得 我很相信 嗯 这些失败的日子 带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力量 就是当你真的 懂得怎么去面对它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压抑 哎 自己又变得强大了 这样子 嗯 那因为刚才蓝莹有讲过 哎 过去这几年可能有尝试过一些 不同的身份 就歌手以外的 那这么 最后你又会觉得 哎 歌手反而是最适合你的一种身份呢 嗯 其实我 我也是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位歌手 哦 OK 对对对对 因为 嗯 怎么讲 其实 嗯 做这种唱片是想要 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做音乐的方式去把创作带出来 那 我 我比较不喜欢定义我自己的身份啦 哦 OK 嗯 当然大家可能 还是还是一样 说 王兰莹这个歌手 是王兰莹创作人 王兰莹创作人 这样子等等 那如果 你是 你是说我自己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话 我是没有一个 标签的 嗯 以前我就是很拼命的去标签 王兰莹是谁 那其实不会带给我自己什么样的快乐的 为什么要去标签自己 所以 我到现在 我就是 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音乐就可以了 所以是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兰莹因为成长了 所以就 也不介意这种所谓的标签了 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吗 对啊 不介意标签 也不想要被标签 嗯 OK 那 莹茵这张专辑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反而是她的歌词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 她没有太多的大道理 但是 就是她文字里面就会让人家 就会很容易让人家深思 然后 尤其是 我很喜欢一句就是 就是 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生活想要过怎样的我 我就觉得 我真的很好奇 我当时就想问 莹茵到底想要过的生活 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 这句话就是真的是 我当时候的心情 就是我拼命想要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 为什么生活总是不接纳我 所以我才一直换工作啊 那每个工作都不稳定 就是几个月后就换 然后跟同事啊 跟朋友啊 都会有一些摩擦 嗯 所以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那 你认为 蓝茵的生活 又会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蓝茵呢 最当下的王蓝茵吧 嗯 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我想要怎样的生活 我想要怎样的生活 生活想要怎样的我 存节里只有一顿听不出来的梦 那蓝茵里面 专辑里面有首歌叫阿信 然后我听说你是因为五月天的阿信 而有所启发 所写的对吗 因为阿信的创作给给我很多的鼓励 然后 怎么讲呢 他的创作 尤其是他写的词都是很正面的 然后很鼓舞的 在我过去那几年很低潮的时候 都是听着他的歌来 就是鼓励我自己 那除了是因为阿信这个人物 写这首歌 其实也是想要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believe 信念嘛 因为他的阿信就是那个信 信念 对 所以想要就是想要表达我怎么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信念 也想要让大家透过这首歌 就是去感受到这个信念的力量 那我看我看过蓝茵写过一句话 就想说很多哲理都是从五月天的歌里 学回来的 那有哪些哲理是特别深刻的呢 人生总有潮起潮落 哈哈哈哈哈哈 后来明白你跟你的折旋 叫我担起这个疯狂世界 我看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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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